男生掏出胸衣在身前摆弄 接着又掏出丝袜 说要与女孩交换他宝贵的东西 我姨妈说啊 第一次很贵的要值一百块耶 你有吗 你有吗 哼 可小流氓们根本没把这当做一场交易 他们想的是强取豪夺 给不给不是水尾能决定的 水尾见识不妙急忙逃窜 奈何在船上的他无路可逃 才知自己中计了 他的手被按住挣扎不能 水尾怨恨地看了一眼他们 在三个流氓的笑声中 被一只圆珠笔骗了第一次 但孤儿的水尾被时代打击得坚强过人 没有一般女孩的大哭大闹 只是一个人默默消化着一切 在一个被扔掉的圣苹果 都会被孩子们抢食的落后小渔村里 丝袜和食物都没有忽悠住贫穷的水尾 却因为一只圆珠笔跌落地狱 只因圆珠笔似乎象征着另一个世界的投影 这吸引住了他 但这次悲剧让他明白与那个世界无缘了 估计一辈子都是任人宰割的渔影 只能默默地地哭泣起来 姚妹来问他怎么了 水尾也只是笑着说没事 坦然接受自己只能在渔村任人宰割的命运 却不知命运的巨轮已经开始转动 大富婆路人又来村里挑人了 路人是香港湾仔幸运酒吧的员工 干的工作吗 大家懂得都懂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湾仔 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法外之地 而法外之地最赚钱的无非就是黄赌赌 由于越战原因 大量美丽国士兵途进香港 特殊行业更是得到蓬勃的发展 为了对付需求的增加 路人回村来为幸运酒吧招揽新员工 在当地的年轻姑娘中任意挑选 水尾的叔叔和婶婶因此开始商议 水尾跟女儿正是年轻漂亮的时候 不去搏一搏可惜了 那个工作遭人歧视但能养活自己啊 督促水尾和表妹去获得路人的助力 此时的路人也在给大家炫耀自己的财富 你手上带这么多金子好漂亮 简单的很啊 如果聪明的话 不到一个月就带上了 就算最笨的那一个啊 用不了一年半载的 就带得连手都抬不起来了 一众家长耐叫一阵羡慕 恨不得自己也年轻几十岁 眼看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路人就开始准备发口香糖选人了 五片口香糖 代表五个通向大城市的名额 得到这张门票的人欢呼雀跃 而被挤在最后一排的水尾 毅然地破窗而入 别出心裁的出场方式 让她获得最后一个名额 而表妹则遗憾地落选 两姐妹从小穿同一条内裤长大 干什么都是生死与共的 如今两人的境遇完全不一样 表妹不甘心地和水尾生着闷气 水尾想方设法逗笑表妹后 说自己会想办法让表妹进入大城市的 水尾偷偷找到路人 提出让表妹代替自己去大城市 很是纠结地解释半天 然则决定两姐妹一生的难题 在路人眼中是无足挂齿的事 她轻飘飘就给予了特权 让水尾明天带上表妹一起 在路人的举手之劳下 水尾与表妹离开了家乡 即将开启他们数十年的花姐生涯 而水尾的善良也得到回报 有了真正意义上生死相随的表妹 来到路人的工作幸运酒吧后 一群鱼女穿着纯色的长衫 显得有些过度的朴素 城市的装潢和布置让她们嘖嘖撑起 幸运酒吧中的奇特氛围 也是这些传家姑娘未曾见过的 幸运酒吧的姑娘们 无情地嘲笑她们是钓鱼女 黑得跟煤炭一样 她们的脚板像鸭子打 年轻气盛的水尾面对嘲笑想打人 表妹急忙用想上厕所的名利拦住她 女孩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是不知道 只是那个特殊的年代 能吃饱饭都是极大的幸运 也只能笑评不笑唱了 之后路人将她们介绍给酒吧主人小林玉 眼高于顶的小林玉 极其嫌弃一群毫无经验的鱼女 嘲笑她们真是一群打鱼的 身上一股难闻的鱼腥味 还是回去钓鱼吧 其他女孩作为新人只能忍气吞声 小小姐 我们捕鱼捉鱼网鱼打鱼 我们不钓鱼的 真好玩啊 没规矩 小林玉严厉地指责她们一番 尤其是拽到眉边的水尾 小林玉虽然比水尾更拽到眉边 但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很快把水尾她们培养得不错 但性格极其拽的水尾还是经常惹祸 也没少遭到小林玉的批评 糟了 我跟她缘分一击 此时的水尾怎么也没想到 她和小林玉不仅缘分未尽 下半身还与她纠缠不清 女人打算用这根长铁丝堕胎 先伸进酒精亭里消毒 然后点燃一根火柴 把铁丝放在火上反复的灼烤 随后喝下一碗神秘汤药 就把那坚硬的铁丝往身下放去 路人近来看到这一幕 急忙问她为何要这么做 妈咪 不要赶我走 原来是被弄大肚子的水尾 偷听到小林玉要把她送回去 继续在渔村过苦日子 为了一直留在幸运酒吧工作 水尾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从她进入幸运酒吧的第一天起 她就在心中对自己发誓 一定要闯出自己的天地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而小林玉知道水尾做出那件事后 只是淡淡地表示水尾可以留下来 给她放假两天休息一下 自己要忙着去打麻将 就不搭理水尾了 在水尾的工作生活中 经常和嫌弃她是钓鱼女的小姐吵架 然后被小林玉一句话喊听 后来水尾发现在这个地方 以礼是无法服人的 用拳头服人才是最有用的 她那个闯出天地的梦想有了具体化 成为小林玉 甚至比她更强 所以水尾每天都在跟不同人抢生意 累了就去楼下餐馆和老板阿德说说话 阿德是一个擅长烹饪心灵鸡汤的老好人 总能让每个人都得到放松的感觉 就当水尾累了不想动了 不想成为小林玉那样人的事 一个叫旺财的男人闯入她的世界 旺财是美丽国大兵和舞女的后代 美国大兵不负责任地跑了 舞女被骗情自尽以后 旺财被小林玉当成男虫养大 旺财每天打听自己的美国爹去哪里 声称要为母亲报仇 水尾和旺财经历了一段 自认为刻骨铭心的爱情 为此她不惜和小林玉闹败了 这天小林玉发现旺财的身上有情侣纹身 气疯了的小林玉 要找到那个跟旺财暗度陈仓的人 她拉过所有人的胳膊 仔细查看谁才是那个偷家的贼 可水尾没有丝毫胆怯 反而大大方方地向小林玉展现了自己的纹身 在水尾心中真爱才是无价的 气愤的小林玉声称要将水尾赶出酒吧 路人赶紧让水尾服软 如果小林玉不要水尾 那水尾几乎就是被弯仔封杀呀 两人剑拔弩张的互骂一顿后 水尾撂下看谁笑到最后的狠话就离开 来时两姐妹 去时也是两姐妹 表妹不顾一切地跟水尾走了 两人在阿德的餐馆 想等旺财回来商量去处 结果苦等不来 只能暂住在阿德家 几天后旺财终于回来了 不等水尾开口就说自己要跟美国爹跑了 丝毫不提为母报仇的事情 旺财的计划跟水尾毫无关系 一心只有自己 谁也没有想到爱情的破碎来得如此之快 水尾生气地赶走了旺财 但那又有什么用 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如今水尾在湾仔也混不下去了 只能跟表妹去到其他地方谋求生路 沦落成最低级的战阶女 为了生存 水尾几乎是来者不拒 被带入警察局也是家常便饭 那段时间是水尾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还好有生死相随的表妹跟随左右 才让水尾在苦撑的同时 也有了一丝温柔 几年后 水尾和表妹也存了一点的钱 回村招了几个女孩 跑到落后的油麻地 开了一家美丽汽水店 但美丽汽水店只是应付盘查的面子工程 干什么的大家懂得都懂 但这份工作没这么容易 封尘女子想开店有多惨 前脚刚被人收完保护费 后脚又有一帮人来收保护费 似乎是个人就可以收她的保护费 真都没有用 如今要养活好几个人的她 连哀嚎声都不敢 只能躲到走廊轻微的身影 表妹出来安抚她 说实在是不行 他们就会于船上继续打鱼 可水尾坚决不同意 他们付出了多少才走到这天 表妹让她放弃一切回去 被幸运酒吧那些人嘲笑 打死也不可能 水尾说得太激动了 结果直接晕了过去 之后水尾拖了很多关系 找到本地的大姐头黄英寻求依靠 黄英在黑帮丈夫去世后 经常备受侮辱 但她不放弃地用砍刀砍出一片天 游麻地的黑帮里她的势力最大 有相同遭遇的黄英 对水尾格外感兴趣 提出五五分成就合作 水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时间一转眼几年过去了 水尾靠着头脑和战阶时的经验 很快就把摊子扑得越来越大 游麻地到处都是美丽汽水店的广告 游麻地的特殊职业者都得喊她谁姐 但她并没有嚣张 反而更加的谨小甚微 也如小玲玉收了一个徒弟 徒弟张扬的性格很是让水尾头头 水尾的软弱除了扶老 还因为她当年除了一条命一无所有 现在还养着几百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 表妹几年前就和渊大头结了婚 再也不从事那份行业了 虽然没有表妹的陪伴 但水尾有了志祺黄英 两人成为彼此唯一的依靠 时间又过了几年 年近五十的水尾感慨十日无多 想尽快完成梦想 她的野心开始膨胀 想做一家正规的规模更大的夜总会 黄英虽然担忧斗不过其他人 但还是随了水尾的心愿 风风火火的把夜总会开到其他地盘 他们的钱越赚越多 水尾的名声也越打越响 这时水尾发现曾经幸运酒吧的那些人 几乎都来投靠她了 打听后得知 原来当初他们离开没多久 越战就打完了 没有了大兵的光谷 酒吧也倒闭了 小玲玉终日酗酒 动不动就酒精中毒 如今已经另不久已 水尾最后去看了一眼小玲玉 或许是都成熟了 或许是觉得没有必要了 曾经一见面就掐架的两人 在生命的末尾居然能和和气气聊天 说着自己的不幸和感悟 水尾还给小玲玉捡起脚指甲 这是她最卑微时也不会去做的事情 小玲玉略带笑意地说 你最终还是服了我 用长辈的口气叙叙到水尾要准备要养老金 要如何如何 话语渐渐地没了声响 小玲玉曾经是水尾的梦想 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水尾心中不免有些唏嘘 担忧这是不是也是自己以后的下场 她把带来的酒全部倒掉 这杯酒既是去的知己小玲玉 也既是去的自己 从那天起 水尾滴酒不沾 又过了一段时间 水尾得知旺材回来了 大家一时间都在好奇水尾会不会再续前缘 虽然水尾明确表示不会 但那些担心水尾的人都希望再续前缘 旺材再差 好歹也是一个晚年的依靠 表妹说自己将和丈夫移民国外养老 余生可能没办法陪水尾了 希望水尾能找到一个依靠 知道陪自己一辈子的表妹要走 水尾生气地打了表妹 怨恨表妹要离开自己 可最后还是抱着表妹哭起来 恭喜她找到自己的幸福 表妹的结局 或许是风尘女子最好的结局了 一念及此 水尾试图接受与旺材再续前缘 她去参加了旺材举办的宴会 极尽讨好只能卖弄风情 处处献媚 甚至煽情到故作不经意地戏开领口 给她看胸口的爱情见证 两人名字的纹身 不料旺材一如既往的烂 没人接话 水尾的满心欢喜被一盆冷水泼灭 所有的黄粮美梦都吓退了 此时水尾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该死的蠢女人 自己都在耻笑自己 为何这般可怜这般卑微 从来没有这么见过 从来没有这么绝望委屈过 拳头越钻越紧 默默撕扯着衣裙 但她更是倔强要强的 她极力收起爱恨 把眼泪连同旧情人味的苍蝇一起吞进肚脸 陪望采演完这出戏 笑容可居地主动答应帮忙牵线搭桥 拍着胸脯潇洒豪迈地丢出一句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就这样 水尾亲手将徒弟送进了与爱人结婚的殿堂 婚礼上 水尾暗暗发誓 再也不会对男人抱有希望 好好经营好事业才是正事 可上天偏偏不让她如意 她的业总会越做越大 总有人眼红 当地的龙头老大派人来和谈 其实就是想吞并她的产业 这个时候是黄英在她面前 剁掉了对面的一只手 但自己也失去了一只耳朵 黄英让水尾不要害怕 大不了与死网破 但水尾无法舍弃每一个人 她把叶总会这些全部卖给黑老大 重新开始做生意 没有了黄英的照顾 水尾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事实 水尾都会回到小玲玉的房间 住上十天半个月 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慰藉或者启发 本片名为花街时代 是水尾努力进取的时代 也是无数苦难女子玩命奋起的时代 在人生的旅途中 不单有鲜花与掌声 也有挫折和失败 面对挫折与失败 有的人敢于重整期 奋起在战 有的人则会失去信心和勇气 一蹶不振 细数水尾这一生 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 经常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但她从来没有过抱怨和放弃 努力和所有人做朋友 也从敌人的身上吸取经验 并且理智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有了生死相随的表妹和黄英 也走出自己精彩的一生 无论是什么人 遇见困难都可以放手一搏看看 如果你向神求助 说明你相信神的能力 如果神没有帮助你 说明神相信你的能力 所以不妨向神明和世人 去证明你的能力